欢迎大家来到校园发明大赛的决赛现场 首先我们来看看光头同学的发明 我们平时上学的时候 很容易知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发明了这个提前上学场 它搭载了哥斯拉无人驾驶系统 只要在这里 如果你想到学校的时间和地点 那么它就会提前在睡梦中 把你送到指定地点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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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设计非常严重 这个设计真的是天才创意 有请教师评委们打分 天哪 居然是95分的高分 下面有请演技选手出场 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 老师总是爱脱糖 于是我发明了这一款防脱糖神器 可以请一位老师上台做实验吗 我来 我给这款讲台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 只要到了下课时间 他就会自动识别讲台上的老师 一起亮起黄灯这提示 也非常的银行 哦 好灯亮起来了呢 如果老师还不下课离开讲台 那么这个灯就会变红 那么变红了会怎样呢 会爆炸 两位老师直接给出了零分 希望眼镜同学不要搞这种危险的发明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小萍同学 我们这里有养帽的同学 在上学的时候肯定难以处理猫砂里的宾宾 所以我发明了这款自动清理猫砂盆 这款发生盆到这里真的都好 Cocon 我们只想把上完之缝 这个盆织集会斥动得倍 sık 起发生出去 啊 啊